请启动 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系列活动正式开跑 多元参与更荣更好 这是我们的价值与精神 那我们在每年的12月3号 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我们会特别对于身心障碍的权益 做不同面向的强化 那今年我们从11月初就开始 有一整个月的系列的活动 所以我们11月19号 特别会办了一整天的这个园游会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体验 我们今天也会来感谢 许许多多的富康巴士的这个捐赠者 那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光 我们共同跟很多的身障团体 一起的来为我们身障的权益 来做更进一步的努力 身在台中其实我一直觉得很骄傲 因为市府给我的帮忙很多 我不管是社会局运动局 然后就是在我的生活或者是照顾上面 都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协助 这是我觉得特别感谢的 尤其是帕运结束的这一年来 就是我以为就是明星的光环 好像只有帕运结束以后就没有了 但是没有持续以来就是他们还是有继续的在关心我的状况 然后包括我现在在读的学校 修平科技大学也给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因为明年我们有亚帕运 那我就可以午后顾只有的练习 所以我很感谢这样 我们主要是针对身心障碍的家庭照顾者来提供一些支持性的服务 那我们主要的服务分有分十大项 那比较特殊的部分 我们有针对家庭照顾者有定期办理教育训练课程 那也有办理抒压活动 因为我们发现说家庭照顾者 他其实一天通常都有大概12小时以上 他是在协助他的这些伸脏的家人 他其实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自己有抒压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都会定期办理一些抒压课程跟技巧训练 来提升他们的照顾技巧 那也提供他们一个抒压的一个机会 我们都拍下来 美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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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快乐